我遇到她之前从来没有考虑过结婚 可我现在失望了 我觉得结婚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情 可她并不理解我 她总是不在乎我的感受 面子就那么重要吗 她就是爱钻刘角尖 为什么不能为我考虑一下呢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马先生32岁来自南京火锅店老板 小琪27岁来自南京火特 欢迎两位 就听见争吵了 说不一致到底为什么呀 什么事不一致 这个的话节目是她这边要来的 她来你也可以说呀 有很多的争吵 那就问您吧 为什么来 因为我俩呢 咱们 Yeah, we were built to thrive, yeah I think that we've all had enough One keeps you up and high, yeah Make all the demons quiet, yeah We were built to thrive, yeah I think that we've all had enough Oh yeah, I think that we've all had enough Sick a deal with the old plan They know that we're calling it wrong You got me like, oh yeah I think that we've all had enough Sick a deal with the old plan They know that we're calling it wrong Hey! It's too late to try to go contain it A generation fueled by creation We live lives on a small screen nation We control the airwaves, no negotiation I refuse to think we need saving Something good will come from creation And when we think that the world is too anxious We'll adapt, evolve, survive, and save it One keeps you up and high, yeah Make all the demons quiet, yeah We were built to thrive, yeah I think that we've all had enough We'll keep you up and high, yeah Make all the demons quiet, yeah We were built to thrive 他們省了 然后只说爱情是最大的 那结婚的话不是两个人的事 是两个家的事 我们可以回来的时候办一个打谢印 把它关系好的亲密好友 然后凑在一起 打谢他们 给他们带点礼品就是了 主持人 还有就是我跟他的话 在结婚之后的一些规划方面的话 有很大的偏差 我今年32岁了 我想在结婚之后的话 我们就开始生孩子 父母的话 现在年龄都比较年轻一点 还可以有这种精力 帮我们去带一带 照应一下 如果等他们大的话 包括我们的年龄大了以后 再生孩子的话 那可能会比现在的吃力一点 他是有这种三到五年之内 不太有这种就是生孩子的一个打算 再过五年的话我就37了 所以这个也是我跟他争吵的一个原因 可是我才二十多岁 我也是正青春 然后到航春发展只是刚起步 你的事业也是高起步的情况 如果我俩的话都耗在这儿 我俩呢有积蓄吗 我们俩未来的孩子 有更好的发展吗 那我们现在手上的话 不是有一笔钱吗 我现在不是在经营我的店吗 而且我跟他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他在结婚预算里面 有一个我不能理解的是 我们的九席的一个钱省掉了 但是他要买一个包的话 在预算里面说几万块钱 几百块钱的包不能背包 你一定要买个几万块钱的包 可是女生的面月旅行只有一次 我想要一个很好看的婚包 这有什么问题呢 我朋友的话他们的对象 他们背个几百块钱的包不一样背吗 那是你朋友吗 那不是你前女友吗 你把我们俩所有的聊天记录 还有我们结婚的事情 你都告诉你前女友 人连记录我都看了 你有尊重我吗 我跟他的话只是一个普通朋友 他已经结婚了 那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争吵的话 他刚好随便问了一句 我就跟他说了 你看我的手机 他结妹结婚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他一直喜欢换我的手机 还拿我的手机把它给删了 对啊 我肯定要删 因为我觉得他跟我们没有关系啊 为什么你要跟你前女友联系呢 你只能光讲我 对吧 你只能光讲我 你呢 你到行动之后 还跟你的前男友见面呢 还在一起吃饭 然后发了个朋友圈 哎呀 现在这个男生的嘴都好快啊 我倒是震惊到了啊 我听明白就是在结婚之前 因为旅行还是婚礼 发生了冲突 是吧 发生冲突之后 男生又把这一系列的东西 跟自己的前女友说了 对吧 就让那个冲突 其实就扩大化了 对吧 是这意思吧 对 你们俩先冷静一下 别这么你一句 我一句这么顶着吵啊 咱慢慢说啊 前男友又怎么了 他是到杭州之后的话 我看他的朋友圈 在的是跟一个男的在那边吃饭 我问了他之后 他说 怎么了 我前男友 只能你跟你前女友的话聊天 我不能跟他吃饭嘛 但是我跟我前女友是没有见面的 他结婚之后的话 我跟他的是没有见过面的 你可以跟你前女友联系 为什么我不能跟我前男友联系 而且我到杭州工作 他也在杭州工作 我们俩见个面吃个饭 又怎么关系呢 又什么呢 你说得都对 所以每次争吵的话 你都有你的理由 你也有你的理由 都是我的错 行了吧 不是 都打算要结婚了 怎么女孩子 我看资料是南京嘛 对 怎么不待在南京 要去杭州发展呢 那是因为我俩之后 在他的那个创业的上面 又有一个很大的矛盾 什么矛盾 还是跟他前女友有关 因为我之前 给他店铺起了一个名字 他不同意嘛 然后他又去问他前女友 然后他跟他前女友 和他的合伙人弄了一个群 他语音视频聊天 最后那个店铺的名字 还是他前女友起的 我更生气 心里有根刺 因为我的前女友的话 跟我的合伙人 我那个兄弟的话 他们认识很长时间了 他刚好是做 跟蔡英有关的一个APP 然后我朋友的话 把他拉到这个里面 去听取了一些意见 但是我其实平时的话 对他的意见 还是比较听的 而且也跟他聊得比较多 因为开这个火锅店的话 就是因为为他去开的 他比较喜欢吃辣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是不能吃辣的 但是被他带了以后 比较吃辣 他比较喜欢吃串 你们原本的婚后的规划 是怎样的 生活规划 是先办一个婚礼 然后再旅行结婚 打谢宴 然后再去创业 一起弄 一起创业是吧 对对对 等于现在这一脚 什么都不干了 对啊 愿意他参户到你们的 这个火锅店里吗 这个我是一直希望他参与的 但是他的话基本上就是 给了我很多的意见 但是基本上很少 花这个时间到我店里面去 那是因为我给你的建议 你不听嘛 然后我还去那干嘛呢 您都建议过一些什么 他们没听 就是我跟他的 河谷人的女朋友也认识 然后有一次我去 他们店里面就是吃饭 然后我看到 他河谷人的女朋友 也在店里面当收音员了 然后我就看他们 动用店铺里面的 那个收音机里面的钱 去买烟 买酒 买奶茶 然后我跟他说一下 他也不以为然 还帮他的河谷人解释很多 买奶茶的话你不是也喝了吗 对啊 我是喝了呀 对吧 那每次你在的时候的话 买的东西你也没少 而且在那边去做的时候 我也不是傻子 你当我是弱智吗 其实我们在合伙的过程中的话 他的一些支出的话 这些我都是能看到的 而且都会在晚上事后的话 都会在群里面去讲 账本上面都是有的 你一直去提 一直去提 那我肯定是不能理解 可是因为你这个店 不是为了我们两个未来去规划的 我提意见是理所当然的呢 可是所有的一切 我感觉你根本就没有让我去参与 为什么让你们三个人参与 而不听我的意见呢 主持人就说那个装监控的是吧 我们后来最大的矛盾 也是一个监控的问题 就是我跟他提意见 我让他在店铺里面 对收银员装个监控 因为不管是不是 自己合伙人的女朋友 哪怕是一个员工的话 你装个监控 都是对自己金钱方面 有一个保障对吧 结果他还是不听我的 我怎么点在他都不理我 监控的话 后来不是装了吗 可是是在我去了杭州 生了很大的气之后 你才装的 不是在我走之前 那一个店的话 他们都是一步一步来的 怎么可能一下子 你今天说这个 明天说那个就可以了吗 对吧 后来的话都说了呀 可是我所有一切都是为了你好呀 是为了我们的未来呀 他去杭州 你没去找他呀 他到杭州去的话 我跟他联系 他基本上都不理我 我联系他的话 他都是呵呵 然后都是在吵架 我们两个人基本上 就等于在冷战 三个月了是吗 对 那就问问吧 您对这段感情的态度 是什么呀 这婚还结吗 我的话我是想就是 他的很多一些想法的话 我是不太能理解 不是您没回答我问题啊 这婚还结吗 婚的话 我希望他能就是 考虑到我的感受 您也还是没回答我 您还跟这姑娘结婚吗 结 也就是这么一说吧 我觉得不靠谱啊 那你就不该来呀 生活里跟她一拍两散 不就得了吗 但是因为我们俩之间 除了两年 也是有感情在里面的 所以挺有意思的 您们以前两年的经历里面 经历过事吗 好像都是甜甜蜜蜜吧 对 一开始都很甜甜蜜蜜的 也就是到了婚前 开始处事的时候 突然发现价值观啊 消费观啊 所有的一切都不合适了是吧 可能她觉得钱不是省出来的 但是我觉得有些东西 还是要积累的 在你认识的这些女性里面 什么前女友啊 合伙人的女朋友啊 她是不是算不会过日子 她们的话很会过日子 有一个对比的 就会心里面有落差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俩相处的 其实挺融洽的 然后后来慢慢到了 谈婚论嫁这部之后 发现我们俩 很多的价值观都不一样 这个结婚是谁提出来的 她提的 因为她到了一定的年纪了 因为我觉得感觉 她总是为了结婚而结婚 她到了一定的年纪 她父母催婚了 然后她想到结婚了 啊 对 中文字幕——YK